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2年4月24号星期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邮报 4月21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贤参载兼总领事钟瑞明等一行 在休斯顿的中国人活动中心为道场的侨民讲解了各项领事服务的注意事项 在21号的讲解活动中,签证组工作人员为侨民们详细介绍了目前已正式启用的中国领事APP 以使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可以更加便捷地办理 养老金资格认证、领事认证查验等服务 另外,像旅行证和应急旅行证等功能也可以在APP上申办 据悉,每位申请人只能选择向一家使领馆提交办理资料 不可向同一使领馆或不同使领馆重复提交 而对于有特殊紧急需求的人员 仍可通过使领馆原有的咨询邮箱或电话联系申办有关业务 此前,在2020年7月,自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撤离美国后 对该领区的中国侨民拜理领事服务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据悉,在闭馆前,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领区包括 美国南部的德克萨斯州、厄克拉克马州、路易斯安娜州、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佛罗里达州和布多黎各 根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的中国领事APP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提到 第一,自2021年6月7号起,海外申请护照在驻美使领馆停止使用 所有的护照、旅行证、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业务均将通过中国领事APP申请办理 二,目前使馆仅受理在美国的中国公民通过中国领事APP提交的有关业务申请 如您不在美国,请向中国驻当地使领馆提出申请 三,APP实名认证注册,目前仅支持中国普通护照或身份证号码 后续可能增加其他认证方式 如无上述证件,可使用他人以实名认证的账号办理或联系使馆邮寄办理 第四,中国领事APP上线启用后,却有特殊紧急需要人员 仍可通过领事证件咨询邮箱联系办理有关业务 五,中国领事APP申办的护照不包含申请人的指纹信息 无指纹不影响护照的正常使用 仅在入境中国时无法自助通关,需走人工通道 六,目前APP尚未开通因公护照换发办理 请有关申请人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馆领事证件咨询电话或邮箱 了解具体办理程序 七,所有业务的申办费用均以公示 使馆不会通过电话或视频要求申请人支付费用 谨防假借使馆名义的各类电信诈骗 另外,如果想通过邮件咨询有关护照和旅行证的相关业务 根据中国驻美大使馆官网信息显示 可使用护照旅行证业务专用邮箱来处理相关咨询 如果申请人有人道主义等紧急特殊办证需求 也可通过该邮箱申请绿色通道或中国领事APP 护旅业务,优先审核通道 好,有关中国领事APP的使用说明 我把它的这个网址贴在这个视频的文字区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加详细的情况 可以点击网址进行查看 另外,在21号的讲解活动中 有很多侨民关心 休斯顿总领馆什么时候才能恢复 钟瑞铭表示 这得看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而定 他们目前没有任何消息 如果有消息,一定会尽快通知大家 但对于各项关乎民众的证兆、认证等业务 他们仍会积极地为侨民服务 让民众申领的所有业务都能在15天内完成 据联邦疾控中心的初步资料显示 去年,美国因新冠死亡人数连续第二年成为美国的第三大死因 紧随心脏病和癌症之后 22号,美国CDC公布的每周死因和死亡统计报告指出 包括所有年龄的所有死因 去年的死亡率比前年高出1% 但死与新冠的比例则激增了20% 2020年美国的死亡人数中 1%死予新冠 2021年增长为1% 据CDC称 2021年死予新冠的人数约41.5万 死予心脏病和癌症的人数分别是69.3万和60.5万 同年,感冒已被挤出美国的前十大死因 而自杀却成为第十大死因 以足异划分 2021年和2020年 非裔、北美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死亡率最高 而2021年死与新冠的各足异比例 则比2020年呈现出更为平均的趋势 在2020年美国疫情爆发之初 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的新冠死亡率远高于白人 以年龄划分 2021年和2020年 死予新冠的人群中 8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最高 但去年比前年有所降低 但去年 其他年龄层次的死亡率则高于前年 据CDC称 根据以上统计和分析 凸显出有效干预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想办法对各社区提供平等的治疗 将它看作是需要进行的有效干预 这样才能防止新冠病毒所引发的死亡 22号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访谈中表示 调降中国商品的关税值得考虑 因为这样可以对压低通货膨胀 产生预想的效果 而美国现在的通胀率 已经飙升至40年来的最高点 22号耶伦在接受彭博电视的访问时表示 我们一直都在慎重解释 对中国的贸易策略 主持人魏斯汀问耶伦 是否会解除前总统川普所加征的 中国商品进口关税 耶伦的回答是 这值得考虑 他说 我们当会竭尽所能的来应对通胀 这样渴望达到一些预想的效果 我们正在研究这样的做法 据彭博指出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上个月发表的研究显示 如取消川普时期 对来自中国商品广泛加征的关税 可以降低美国通货膨胀率1.3个百分点 据报 美国三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比去年同期 骤升8.5% 进一步改写了40多年来的新高 据民调发现 民众对拜登政府最主要的不满 就是因为通胀的高涨 而就在耶伦受访的前一天 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辛赫也曾提议 美国可调降 不涉及战略问题的中国商品关税 包括自行车和服饰之类的产品 以协助对抗通胀 他认为 川普政府开征的关税 或许给美国提供了一些谈判筹码 但并未达到战略目的 应该降低那些非战略产品的关税 把焦点放在更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 例如关键性的科技领域 另外据路透社报道 通胀是拜登最关切的问题之一 随着能源 食品和其他民生必需品价格高涨 他的民意支持度持续下滑 因此 在今年11月的七中选举中 拜登所属的民主党很有可能失去国会多数其次的危机 最近上海因疫情风控而出现的一系列民生问题 使得最近很多人的移民热情日渐高涨 一些有能力离开的中采阶级 希望能到一个不用被任意隔离的地方 近日 不少住在加州的华人陆续收到国内亲友的询问 咨询有关移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问题 据一名华人表示 一周以来 他已经收到了十几位朋友向他询问移民的事情 而就在不久前 这些朋友曾劝他离开美国 据世界日报报道 来自上海的美国居民刘先生 十多年前移民来到美国 他改喊地说 形势变化太快了 几个月前 远在中国的亲友们 还曾多次劝他 让他放弃美国绿卡 回中国去发展 而那段时间 美国的疫情还非常严重 中国的清零政策 使百姓安居乐业 父母和亲戚们 在国内看到很多 关于美国的负面新闻报道 他说 他们一直觉得 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都极力地劝我回国 但几个月之后 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美国疫情逐渐稳定 人们回归了相对正常的生活 而中国的疫情 似乎在一夜之间迅速恶化 刘先生说 特别是最近一个月来 上海疫情的发展 让国内的很多人 心境发生了复杂的变化 一些朋友不再批评西方国家 开始反省自己生活的城市 他们向我打听移民美国的事项 问我有没有移民律师可以推荐 费用是多少 包括美国的房价如何 据报 像刘先生一样 接到亲友询问移民的 加州华人并不在少数 林女士也是来自上海 前一段时间 她还在犹豫 是否要带孩子回国读书 因为两年多的疫情 让原本想跟着林女士 定居美国的父母 放弃了最初的移民想法 并希望林女士一家 也能够回国生活 而如今上海的疫情 在一个月之内急剧变化 并暴露出很多民生问题 林女士直呼 看不懂 她说 父母在上海的家中 目前暂时安好 但已经改变了前段时间的想法 让我安心待在美国 并说 如果有可能的话 想办法 让她弟弟的孩子 也能早日去美国留学 最近在网上流传着一条消息 说 3月28号到4月3号期间 中国网上搜索量激增的 前30名关键词中 前8名都是关于出国移民的 其中 移居加拿大条件搜索增长率 达2846% 而出国哪里好 搜索增长率达2455% 另外 网上还流传着一条消息 说 新加坡从4月18号起 提高了投资移民的门槛 从原来的1500万人民币 直接提高到了1亿人民币 但据凤凰网核查后称 从4月18号起 家族办公室 在新加坡税务津贴计划下 设立基金的门槛将会有所提高 申请时 基金的最低资产管理规模 约4664万人民币 并且要在两年内增加到 约9328万人民币 据报导指出 民众对于这些消息的广泛关注 都显示出近段时间 移民问题已成为热议焦点 刘先生认为 人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 都希望出走 但大部分人 最终还是没有勇气离开故土 选择很难 现实条件也有很多限制 最后希望国内的疫情 早日得到控制 亲友们都能够平安地度过这次难关 日前 记录上海在疫情风控下 各种次生灾害的短片 《四月之声》于4月22号 在中国网络上热传后 目前该视频已被删除 随后网上传出 该视频的创作者 Kerry被警方带走 不过24号 当事人Kerry通过微信公众号澄清 自己没有被带走 据悉 《四月之声》的视频内容 将过去三周以来 上海因新冠疫情风控下 各种乱象的对话录音 进行了剪辑 视频长度约6分钟 尽管这些录音 之前已在网上广为流传 但视频以封城下的 上海空拍画面为背景 加上配乐 因此在网民中产生了 更为强烈的感受 4月24号凌晨 署名Kerry的视频创作者 在她的微信公众号 《永远的草莓园》 陈青说 网上传闻她被带走了 她不知道谣言是怎么来的 目前她和家人正常居家 她说 没有任何官方人员联系过我 以后如果有的话 我也会积极配合沟通 她说 这则短片 于22号下午 被网络平台隐藏后 她感觉 传播范围和速度 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 可能是观众赋予她的意义 已经超出了她本身的意义 于是下午3点左右 她自己删除了公众号的视频 她说 她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做这个视频的本意 是想客观记录 前段时间上海发生的一些事情 她也知道 在这个特殊时期 有很多问题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和克服 她重申 希望上海早日康复 据悉 4月之深的视频 收入了上海某区的疾控中心医师 和市民抱怨防疫政策不合理 居委会向民众哭诉 上级无对策 民众目击宠物狗被打死 居民多次集体怒喊发物资 方舱医院条件差 以及老先生请求送医 而居委会却无能为力 等录音 因为这个视频中的录音片段 均来自四月封城以来 上海的各种声音 因此被称为四月之深 视频的画面 则以黑白的上海空拍为背景 篇尾则以上海市政府的说法 疫情正在缓解 祝上海早日康复而结尾 该视频播出后 在社会中引起广大反响 中国网民和网管人员 进行了一场转发和删帖的竞赛 为了逃过网管删帖 以至于网上不断出现画面颠倒版 字幕镜像板等不同版本 但23号 该视频已经无法在微信和微博 以及国内的搜索网站上找到 但在谷歌和YouTube上 目前仍可搜到这段视频 据相关评论称 上一次 这种不分城市 在民间形成共情的互联网舆论事件 是2020年初 有关新冠疫情吹哨人 李文亮医师之死的文章 文章被删除后 短时间内 微信公众号上 先后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版本 甚至还出现了摩斯密码版 分析认为 这次的四月之声 原先只是停留在 对上海防疫乱象的质疑 但视频遭到各种筛帖后 才引发民众更加激烈的情绪 从而引发 为什么不让老百姓说话的怨气 因此 分析认为 删除视频 无疑是添了一大把缠火 针对四月之声遭下架一事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 23号接连发文指出 封共久了 上海人有一些怨气 需要有释放的渠道 不要因为某个具体管控措施 让网民们对此产生怀疑 沟通是惊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最后希望大家多点赞 多留言 也欢迎新朋友订阅关注本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我明天见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